Hello,大家好,我是大坤 大家好,我是小庄 今天是我们订房车底盘的第几天 第七天吗 有那么第六天吗 反正就是六七天的样 然后刚才大坤出去干了个活 给人按了两个灯 回来发现停水了 菜也不能炒了 饭也不能闷了 啥也不能干了 只能整点小烧烤了 还点点麻辣烫 麻辣烫配烧烤 这是牛肉串 这是小电炉子 还有点炸串这边 我俩整点小烧烤点就 这个小电炉子可好了 这是冻点串 我俩是拿出来了20个牛肉 20个羊肉 估计是吃不了 小庄主要是想吃那个麻辣烫了 今天正好那个停水 停水把你救了 要不然正常不能吃 不应该吃麻辣烫 对 一不小心变成吃不饿了 你说什么 咋做没办法呀 车还没回来 妈又停水了 对呀 本来还想那个 做那个做炒菜呢 想炒一个蒜菜炒肉 那也是吃不饿 刚才跟那个一个车友 在微信聊天聊了半天 他也想订那个房车底盘 他好像是要那个御风 但是他好像 他身高没有大空高 他要的是 中顶的 长洲中顶的御风 大空定的是长洲高顶的大通 你先来吧 来个吃播 你这是真吃播 不是他们那种讲的 是不是 这真的 不像他们搁个盆那种 好不容易点 再搁个盆就下了 对呀 没有起的用啥开啤酒 朋友们 筷子 没有筷子 没有起的用啥开啤酒 朋友们 牙 那不行 终于整奔了 是不是 看看 失传已久的绝活吧 别撕着我 这正常应该是在那个 外面吃饭处用的着 来一杯 哈尔滨啤酒锅 用那个东哥那个话怎么说 Cheers 碰不着镜头了 来吧 完美了 哎 太好喝了 不行 你这麻辣汤吃完了 我这串也口不熟啊 盈盈着急了 那盈盈开始说 让你先等 你还不干 这些等等等 我不行搞个吃播吗 录个视频吗 那你慢慢搞吧 我先吃了 我还不行 太大也不行 太小也不行 小调料 这个串是那个 丁大姐生肉串配送 就是 他给你穿好了 然后调料啥都给你送 送到家 然后你要点啥串 然后他就给你穿啥串 吃好年了 他家串 按下了 我就这一条顾的 整顾上不一样 我给你挤吗 哈哈 请不吝点赞听 的话 可能 请不吝点赞听 他这要点 给你变着 解开 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